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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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生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基大家弥陀佛 阿弥陀佛 依法而组合的身重 以和乐尽三者 为根本的特色 那么这个和和又有四和跟礼和 四和又分为六 叫做六和 所以叫做六和重 六和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 身口意借鉴力 主要是 主要是借鉴力 这三种 四和 那四和 主要是 借 主要是这三种 主要是这三种 那么有的这三种 形成所谓的身口意 身口意 你这样很容易就记起来 身心清潔 就是身口意 那么 借鉴力主要 它是一种团体 就 这个团体里面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士 那么有不同的观念 所以 基本上 这个是义务 这个就是义务 这个是共识 这个是权力 这戒合同尊 那么不同的人 在做不同的事 难免会有不同的观念跟意见 那么如果没有大家 大家彼此和合 那么很难做事 也很难修行 那 所以 他必须要取得一个 所谓的最大公约数 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是认可的 大部分的人是适合的 他们没有办法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适合大多数的人 所以 这个戒就是规矩 任何一个团体 都有他的团体规约 任何一个团体 都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怎么样 那么公务人员 警察 都有他的必须要遵守的 所谓 所谓 规范 那么这个 戒合同尊 就是 大家遵守同样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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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邮差 做护士 做医生 不管你加入什么团体 一样 他都有所谓的 公约 团体 约定 叫做公约 那这个是戒合同尊 那这个是戒合同尊 进来的就必须遵守同样的规矩 就是你有遵守这个规矩的义务 建和同结 建就是观念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必须有共识 就是说 比如说佛教团体 佛教团体的共识就是什么 三宝 佛法三宝 基督教团体 基督教团体的共识是什么 大家以圣经 以耶稣基督 以这个牧师 天主教的团体就以这个神父修女 不一定 就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共识 那么大家是为了遵照圣经 然后死后到上帝那里去 那这个就说共识 спства 那佛教的共识 基本上就是以释迦牟尼佛 乃至阿弥陀佛也没有 就是以佛法身三宝会共识 就是他有共识 彼此有共识 那么彼此是遵照同样的 同样的义务 那么彼此拥有同样的权力 利和同阶 利就是利益 就是利益共享 利益共享 那么规矩共同遵守 那么彼此有共识 大概就这样 这个是一个团体最主要合和的部分 因为这样而有所谓的 生和同住 生就是生 生就是生和同住 我们讲 生口意借鉴力 这样背比较简单 生 生和同住 必须先有这三个 然后才有这个 然后后面有所谓的礼盒 礼盒就是大家这样同正无为 同德解脱 这变成是这样 那这里就叫同行同愿 简单讲就叫同行同愿 那么生和同住 因为彼此住在一起 那彼此是和和的 口和乌争 不会彼此 不会彼此斗争 不会 你骂我我骂你 你讲话我讲你 那么一和同愿 这个是生口意借鉴力 虽然你没有骂我没有骂你 但是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 你看不过我我看不惯你 就是这样 所以它基本上是 由借鉴力生口意造成所谓的四和 叫做六和 那么这个六和叫做和 基本上和和安乐清静 它这里说到 这个和乐静为根本的特色 和 就是和和 安乐清静 那么这生团基本上就发生所谓的和乐静 就是彼此在一起不会有痛苦 那么就是快乐 彼此在一起不会有争吵 人跟人最会争吵 是非最多 有人就有事 有事就有是非 就变成是这样 那么一个和和的团体 有是非就不安宁 就不安静 大家彼此就不舒服 心里面不舒服 表面有冲突 那么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的团体 没有同心同德 那么很难成就 那佛教的团体 基本上所谓的生团 生就是和和中 生的意思就是和和中 和就是和 那么和和中就是生 生就是生且的意思 简称叫做生 生且 那么基的上就是和和中 因为和和所以安乐 因为和和安乐 所以清静 和和安乐清静 没有痛苦 没有斗争 没有烦恼 那么由于这样 能够达到所谓的礼和 同正无为 同德解脱 这个是所谓的生且的意思 那么佛陀时代只有出家的生且 没有在家的生且 意思就是只有出家的团体和和中 没有在家的和和中 那么佛灭后 像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在家团体 联社 佛学社 像我们这里是中道佛学社 它就有一个在家团体 那在家团体也有一个 类似像生且这样的 它有一个所谓的 我们叫做组织 或者是怎么会怎么会 那这些组织里面有组织章程 有组织归约 就类似像这样 那也是秉着这个 秉着这种精神 适合礼和的精神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连色 那连色大家都是怎么样 那就是佛学 就是念佛 就是以念佛 同行同愿 大家来这里的方法就是念佛 念佛就念什么佛 就念阿弥陀佛 然后目的都是什么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像是这样 那你如果在念佛 你现在连色 在天佛社里面你主张不可以念佛 要禅修 那这个就麻烦了 就不合了 那在禅修的团体里面 你主张要念佛 那这个也不行 所以宋朝的时候 禅宗跟禁徒宗两个也够得很一样 那么禅宗讲念佛一天 你如果念佛一句就要去述佛 述佛三天 那因为他不主张念佛的 那污染了我们这里的地方 那么类似像这样的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共识 有同样的方法叫做同行同愿 同行同愿 基本上同行同愿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生且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导师讲的 所以他依法而组合的深重 就佛法 依佛法而组合的 叫做依法 因为大家为什么聚在一起 那不就是为了佛法吗 依佛法 那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听课 那不就是为了学佛吗 基督教主会来吗 天主教主会来吗 鬼教主会来吗 不会啊 那你为什么来 依法 依佛法来 那么为什么要学习佛法 那个人的目标就不太一样 但是都是依着佛法来的 那么依着佛法而组合的 那佛法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 那么以和乐敬 三者为根本的特色 所以我们看 第一个和和又四和 四和又分为六 敬和同解 大致大众有一致的见解 一致的见解 这是思想的统一 我们简单讲叫做什么 共识 彼此有共识 那么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就是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就会引起真识 没有共识 那么目标不太一样 那最麻烦 那个奴家叫做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没有共识 我们不要在一起 不要在乎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这个就是彼此要有共识 那老师讲说 要有一致的见解 就是思想和同意 我们看 五卓二次 我们来看这个六和和五卓 为什么五卓 为什么他这个是和和安乐 五卓 你看五卓有五种 最主要是建卓 思想混乱 有邪见 主要是建卓 因为观念思想不对 所以才有后面的四卓 解卓 这个都是夜报来的 解卓 众生卓 命卓 有一个什么卓 结卓 建卓 众生卓 命卓 一个什么卓 过来 你不知道 问大神 什么 问谷歌大神 阿弥陀经略略略略略略 结卓 众生卓 命卓 结卓 建卓 众生卓 命卓 还有一个什么卓 命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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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我忘了 众生卓 建卓 是 卓二师 结卓 建卓 众生卓 命卓 还有一个什么卓 建卓 结卓 众生卓 命卓 还有一个什么卓 啊 命卓 烦恼卓 烦恼卓 对 对 古歌大神比较厉害 烦恼卓 命卓 终于报 是 烦恼卓 对 古歌大神说的 这个我们是很熟 但是就是有时候会忘记 阿弥陀经里面的 有讲 五卓 二师里面 结卓 建卓 众生卓 命卓 烦恼卓 那么 这个所有基本上都是因为建卓 因为知鉴不对 那么常常起烦恼 因为起烦恼 就照恶业 就受果报 然后 就有命卓 有众生卓 三二道 我也是要三二道 那三二道 又有 有贡业 有别的 命比较长 有命比较短 那么 有天灾人祸 贡业 基本上都是由这个 所以 生死的关键是无名 无名言行 行言士 然后就开始起烦恼 造业 受苦 那这个就受苦 这个就受苦 因为无名 就烦恼 烦恼 造业 造业受苦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由知鉴 所以佛法八正道 第一个是正鉴 第一个是正鉴 解脱观念 那你一样 这个建和同解很重要 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没有共同的目标 那么就不太容易互相忍耐 但是有共同的目标 他说彼此会为了共同的利益 那么稍微忍耐 那基本上是这样 没有共同的目标 彼此是帮助的 那么这个是 所以建和同解很重要 就是要有共识 我是为什么来的 我为什么出家 我为什么学佛 我为什么来这个团体 那么基本上 那种彼此的共识 一定要有 好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建和同解 大众有一致的建和 我们叫做有共识 第二个 那么除了有共识之外 那么人跟人是有差别性的 那么这些差别性会 彼此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 那么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 因为彼此的间接不一样 就很能 因为彼此有差异性 这些彼此的差异就容易引生冲突 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好 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好 同样插花就好了 你是学什么流的 你是学什么流的 你是学中国花艺的 你是学日本花艺的 插下来 我觉得这个好看 我觉得这个好看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定 今天你负责插花 你插了算 今天明天你负责插花 你插了算 你不要人家插这个 那你去管 那你负责的就你 就你负责 但有一套规矩 那如果没有 比如说到场有多发生这件事 那请两个来插花 每个人的流派不一样 他插的都不好看 把他换下来 他换他的上去 那个原来插的人就很生气了 为什么我花谁把我换了 那开始就吵架了 那大家就是怎么样 要有一套规矩就是说 今天不管他插的好不好看 他负责的 那么就他插了就好 不再其位就不抹其正 你就不要去干涉 那如果没有这套规矩 那我觉得我插的花比较好看 我来供养佛比较庄严 你插的根本就不好看 开始就吵起来了 但是这个也因为大家没有见了 就是大家没有共识 我们今天来造这个道场 是为了庄严这个道场 那个庄严重要不是花庄严 重要是人庄严 人庄严也不是真的庄严 重要人庄严是因为新庄严 没有烦恼在庄严 那这个共识有的时候就没有关系 你插的我觉得不好看 但是我也赞看 因为你用心差了 用心最好看 那这样就好了 那彼此有共识就不会有 不会有问题 那么没有 不然没有共识就要靠规矩 那么这个例 这个是以后谁负责 谁就那个人决定 其他的人就不要讲 就那个负责的人就出来讲 那有这个规矩你看 不好看就是我今天我负责 今天我煮饭 我煮的不好吃你就不要选 下次你煮好吃一点就好了嘛 下个月那你负责 那你猜好看一点 那没关系嘛 那这样就就是要有规矩 你一定要立规矩 要不然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言就是说 你没有规矩那到底谁说了算 到底以谁的为主 每一个人都说好 到底以谁的为主 以谁的方法为主 以谁的观念为主 谁说了算就会乱成一团 所以就要有规矩 那凡是立规矩 大家聚在一起 没有规矩就很难 一样大家都开车上去 没有规矩 这个是往南的 这个往北的没有逆出来 那你就惨了 大家争先恐后 你讲到时候大家都不能走 你看高速公路如果没有规矩 这一下子开上高速公路最危险的 可是最慢到达的 为什么 大家都挤在那里塞在那里 那就很麻烦 所以一样要修行 修行还像走上高速公路一样 你用你的法管 你用你的车没关系 可是遵守规矩 就能够顺畅 不管是大车小车 快车慢车 那么一样都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 那如果没有规矩就乱了 每个人都身先强 认为他对了 那这在实际上就麻烦了 好 所以这个是戒和同尊 那么这个是规制的共同 那我们说过戒 戒主要是所谓的戒 七仲都有戒 在家出家都有戒 三咪 三咪 余波瑟 余波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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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戒最重要的就是三大类 当然讲戒就是三大类 佛法的戒 一个就是道德鬼犯 这个叫做信戒 杀到一罐 不管佛陀有没有自戒 不管佛陀有没有自戒 这个叫做信戒 你做了就会有后遗症 有副作用 有过失 比如说杀身 佛陀的戒即使没有自不杀戒 你杀身还是有杀罪 就是有杀身有短命多病的业 有杀业 杀业成熟受报就会短命多病 那么再严重一点会剁三二道 轻一点 然后就是做人的时候会短命多病 大概就这样 那么这个是道德鬼犯 道德鬼犯 基本上就是杀到阴亡 这个是所有宗教共同的 道德性的 道德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团体 团体的约束 就是团体公约 一群人住在一起 如果没有规范 那就麻烦了 团体归约 比如说20个人住在一起 要规定旧寝的时间 要不然这个10点进来 这个11点进来 这个12点进来 那个1点进来 比较千年的灵魂 就不用睡了 那你像你吃柚脸 这公共场所不能吃柚脸 为什么 很多人听 你闻到柚脸会吐啊 你在家吃怎么吃不管你 可是你就不能拿出来吃 为什么 有个人不喜欢吃 闻到这个味道 所以公共场所不能抽一 有时候也是这样 闻到那个业会 那有些人不喜欢 那就会 彼此产生冲突 那戒律里面 吃温率里面 戒律里面规范 你要吃大蒜 你不能再上风处 你要再下风处 风从这边就是你要 你要走到那边 那人家不喜欢大蒜的味道 那这个就是团体归约 那不可以在大蒜 不可以在那个草地上大小便 你要从草地上走过去 就踏到你的大小便 没有卫生 那这个是就是说 你要照顾到其他的人 这个是自己本身 你这样做的 就会占到 就会占自己的道 这个是你如果没有遵照 团体的共同归约 你会障碍别人秀道 你自己做了 收到营诺 你就自己障碍自己的道 照二约 你这个不一定照二约 但是你就会障碍 如果你家在草地上 你自己在那边大小便 那不管没有关系 但是 这个是大家都在这个草地上 你就在草地上大小便 那就不行了 你自己一个人睡觉 你半夜起来 你两点起来 三点起来 你一点睡 都不管你 你要大小生 要打呼 要干嘛 都不管你 你整天不洗澡 抽个钥匙 也没有人管你 因为没有影响别人 可是大众做 你就不能这样了 你很臭 人家在你旁边 人家根本就睡不着觉 你很大声 人家根本就没办法睡 人家在打坐 你在那边 你在那边 送信送那么大声 人家也没办法打坐 你可以送信 你再打坐 没有办法坐 这个就是干扰 会障碍别人秀道 这个是团体规 要立团体规 戒例有一部分是这个 一部分是这个 还有一部分 生活准则 生活准则 那么这个是 这个都是威力一部分的 走路要怎么走 穿地要怎么穿 吃饭要怎么吃 然后到人家家里做要怎么样 反正就是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 你不真的做 你要修道很困难 障碍自己修道 这一部分是大家住在一起 不要影响到别人 障碍别人修道 这一部分是 你要知道 射受众生 马上的 比较有效的 人家看到的 那 那 第一个就是威力 马上比丘 就是因为威力才射受神佛 所以 这个就是 一般就是 第一个 养成你养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你这些生活习惯 就会给那一些 已经学佛的人 产生信心 还没学佛的人 就有兴趣 想要进来学佛 你看这个人 学了佛之后 这样 讲话轻声细语 这个就是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那个八十种好 行驻作后有威力 然后有规矩 你看马上比丘 到他走路 就可以射受神佛 然后 这个 生活准则 就是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助于 你在团体中 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会影响 对已经学佛的人 那么有信心 对你更有 对这个生团更有信心 没有学佛的人 看见这个生团 也会生起信心 如果没有的话 人家就会激情 那个出家人怎样怎样 那个学佛的人怎样怎样 大家 人家 本来有信心的 会退失信心 没有信心的 就更加没信心了 所以戒律基本上 主要是这个 这三个 这三个 好 那戒和同尊 这个戒里面 那么 比修比修宁戒 就是生文戒里面 主要是这个 那如果像在家的五戒 那没有 五戒就这个而已 道德鬼话可能 对 那没有传体嘛 那八戒也是这个而已 就少一之主嘛 五戒八戒 那菩萨戒就多一点 菩萨戒可能就多了这个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团体 就多了这个生活主体 那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如果是生文戒 比修宁戒 那基本上就有团体 有一个人共处 那叫共处 那叫共处 好 所以我们看 他说 第三个 第二个戒和同尊 就是规制的共同 那规制基本上就这三类 戒律里面就这三类 好 那戒和同尊 第三个戒和同尊 就是我们讲权利 戒就是义务 那么每一个团体里面 都有相当 就是相对的权利义务 都有相对的权利义务 那么 但是一般的团体权利义务是不一样的 但是佛教的团体 基本上权利义务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戒和同尊 大众过着同样的生活受用 比如说衣服 其实大家是一样的 舍利佛 木剑脸 虽然是上座比丘 可是衣服 饮食都是一样 但是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运购的时候 那么先出家的 上座比丘是可以先去运购 然后慢慢轮到后面 撒咪就比较在后面 然后去拖拨的时候 那么上座是排前面的 那么还是要照着排 照规矩 那怎么照呢 你不可能全部都走前面 不知道怎么拖拨 走一排照前面 那怎么 持续怎么排 以戒浪 以得恩 以善座 这样 那应供也一样 你有一千个人 我今天只要请二十个 你去拍二十个 二十个人就照戒浪 第一个到第二十个 那你可以不要去 不要去 去往后地骨 那下一次人家再来请应供 然后就会有特别殖民 我就是要请舍利佛穆见人 那舍利佛穆见人 就带另外二十个 从二十一个开始算 那如果他不要去 像舍利佛后来就不要去了 哪里都不要去了 不接受应供 提伯达佛也不接受 后来也不接受应供 那佛陀没有事也不接受应供 并不是你要请人家 人家就要给你请了 没有 那这个后来就要照排 第二十一个上次从第二十一个 后来就从第二十一个 就这样伦伦伦伦伦 那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平等 但是其实这个是平等的 为什么 先出家的就先排 照介浪 照生伦 照伦语 要不然怎么办 要不然二十个 他要 你有一千个 我要请二十个 那怎么分 我告诉你 没办法 没办法 那有一些比如说 人家共养一颗苹果 有苹果有离子 苹果离子 那出家人有二十个 你才一个苹果那怎么分 切成二十块 如果连百个人 那大家 那有些人就把它打成吃 每个人喝一口 加很多水 反正就变成这样 可是这样有时候也不完全 有些就是说 那就先这个就先给上座 礼犯上座 有些会这样 然后说 这个有个分苹果 有个分离子 可以切 尽量的 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有时候没办法完全做到 大家都平等 你说没办法 你说没办法 那你说像那个 以前那个 那个叫什么纸 我忘了 那个 那个 猪子百家里面有一个 就是 个子很小 然后他就抱怨 他说 那个 那个 有些人 有些人 我们举例 比如说 大家平分 大象那么大 吃那么多 他也两颗发生 那个 那只狗那么小 他也两颗发生 可是他食量不一样 他两颗发生就可以保 他两颗发生不能保 那 这有些人 他 他 他负担比较重 他的食量吃比较多 他也两多米 这个那么小 他两多米可以吃两个月 他两多米只能吃一个月 可是这样 看起来公平 实际上也不公平 所以到底怎么样才公平 有时候就要开会 就结谋 那怎么样做 大家彼此无争 所以戒律 戒律 最后七条 最后七条叫做 欺灭正法 最后的七条 比如说 比丘界有250条 欺灭正法 你看 他一样会有 会有增值 那么大家看法不一样 那怎么处理 那有几个原者 一多数人 有时候不能一多数人 到最后怎么处理 怎么开会都没办法 这件事情大家就算了 反正就有很多 最后有一种欺灭 你会发现到要合合不容易 一群人 一群人要同情同业 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 那权力与无 大家会真的很厉害 那有时候会这样 即使生款里面也会有 有会有 好 那么这里 所以戒和同军跟逆和同军 这两个是大家比较 比较重视的 但是核心其实是见何同军 有共识 有共识 在权力与无上 就不会那么 那么争执 没有共识 大家就重视的都是权力与无 我的权力 我的义无 都没有想我们是来修行的 我们是来解脱的 每个人都强调 他的权力减少了 他的义无增加了 每个人都非常小小 那这个团体 没有人要牺牲奉献 没有人就是为得到 不会到 那就很麻烦 好 所以这个是经济的均衡 那么戒和同军是经济上的 思想归至经济 老师就是 这个戒和同军也是思想 那么戒和同尊就是规矩 规制 规定 利和同军就是经济 其实就是受用 利益 那么和和 那么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基本上是这样 大家都一样 但是有一些 没有办法完全一样的 就照戒乱 照隆理 来 那么 为佛教生团的食指 主要是这样 能够这样 所以要先有三个 第一个是见和同军 然后戒和同尊 利和同军 然后之后才有深口语 你这三个先做到了 第一个做到了 前面两个就比较不是问题 再规定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戒和同尊 利和同军 见和不同军 也不能持久 这是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就算同样的义务 同样的权利 大家也是会分开的 一样会分的 这个团体一样会分 会分裂 那能够这样 表现你身心的活动 彼此之间 人跟脸之间 一定是什么 深口一千千 没有烦恼 不会有烦恼走 这是说 与和无证 深和共住 深和共住 大家在一起 能够彼此安住 那么与和无证 大家可以共住 就是深和共住 那么共住在一起 不会有争执 不会有斗争 不会你讲我什么 我讲你什么 那么 义和同怨 彼此看而欢喜 不会你嫉妒我 我嫉妒你 你讨厌我 我讨厌你 不会这样 此六和 是出家僧众 所应该一致奉行的 那么 因为以前没有在家团体 以前没有 那现在有 那现在有了 其实也是这套规矩 现在有很多联社 学佛社 禅修会 什么会 都是在家团体而已 那么 如果是这样 也应该秉持这一套 和和的 那么 因为佛头时代 没有在家团体 只有出家团体 所以 这个是四和 还有礼和 佛地子 正当的真理 法跟涅槃 内容是彼此完全一致 就是 同正无为 同样正当 到达同样的目的地 看到同样的光景 享受同样的春风 一样 你站在那个山点 你吹的风跟我吹的风一样 你看到的景色跟我参照的景色一样 你呼吸的空气跟我呼吸的空气一样 就是你所享受到的跟我享受到的是一样 这个是同正无为 同德解脱 完全一致 这个叫做礼和同正 那所以说 心心相略 就是彼此 我跟着佛学 我所正的 跟佛所正的是一样的 我得到的解脱 跟佛得到的解脱 是一样的 我所断的凡老跟佛所断的凡老是一样的 我得到的解脱 跟佛得到的解脱 是一样的 所以与诸佛一疲孔出去 与诸佛同一疲孔出去 就是气息相通 心心相略 所以同一疲孔出去 就是气息相通 心心相略 其实在讲这个道理 这是圣者所特有的 而且是通于在家出家的 那么礼和四合只在 只出家 因为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 在家人 没有组成一个团体 没有 只有出家人才有一个团体 那么大家同样都住在竹林之后 那在家人没有 在家人是 在家人到寺院里面 跟出家人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只有三件事 一个就是供养 在家人去供养出家人 事事供养 第二个就是听法 在家人去竹林金社 或去哪里 或是出家人到在家人运供 然后跟在家人说法 就是说出家人跟在家人的接触 基本上只有三件事 在佛陀时代就三件事 一个就是供养 透过供养有接触 在家人供养出家人 事事供养 供养有两种 一种就是偷播 你出来的时候 我拿东西给你 供养你 一种就是你应我的邀请到我家来 那么接受我供养 就供养 第二个说法 那么佛陀在供养金社说法的时候 你知道佛陀要说法了 去听法 像齐养金社 齐养金社就是希达多长者 跟他的朋友 那个时候只有竹林金社 没有齐养金社 只有竹林金社 在蒙歇头口王瑟臣 竹林金社 那么那个希达多长者的朋友 准备要准备东西 要去竹林金社供养佛陀 跟那些佛弟子 佛弟子很多 那么要去供养 那齐达多长者 刚好去舍卫城做生意 就住在他朋友家 那都是大陆长者 然后看见他朋友 刚好那朋友隔天要供养佛教 竹林金社供佛 看他整夜都在忙 他说你到底你是要供养谁 供养国王 供养国王也不用你这么忙 那些有钱人 有很多庸人 这样庸人做就好了 没有他们整家了 包括他都亲自做 表示全神 他就说 因为他还没听过有佛 就问他说那你这个是要供养谁 他说要供养佛陀 佛陀 佛陀是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 他就跟他讲 寒书圣怎么样 明天就跟他去 我明天可不可以跟你去 当然可以啊 就一起去 去了天国说法之后 就正出国 回去就想办法找地方 那盖一个金色 后来就找到齐头太子的花友 后来才有齐元金色 他就去听法 一般是佛建受供养之后 就会说法 那有时候也没有 佛就直接在哪里说法 然后很多居士也会去捐 所以在家里跟出家人的接触 就三件事 第一个供养 第二个听法 第三个受见 那受八观灾见或五见 那么印度人当时在六灾日 就是他们的节日都会到寺院去 他们会休接二点 去寺院 然后在那边受八观灾见 受完了回去 就到隔天 那一天一日一夜短期出家 基本上就是短期出家 但是一日一夜 但是不出在寺院 然后就去受八观灾见 基本上就是受见 听法供养 这三件事 主要就是这三件事 那他并没有一个组成的团体 然后是他会到寺院里面 供养 文法 那么受见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是释和 那至于讲到礼和 释和是只有出家中 那礼和呢 通在家出家 为什么 在家很多也正出国 俄国三国 有些甚至正阿罗汉 那么为什么说在家人 最多只能正三国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在家也可以正阿罗汉 也可以正阿罗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三国的 它是这样 正国 正国不分在家出家 但是戒律有分在家出家 所以这个四合基本上 专止出家中 这个六合尤其是戒律 因为他共住嘛 主要是他共住 所以你如果犯了很重的戒 都叫做不共住 你要离开这个团体 就叫做不共住 病 病就是不让你共住 不共同结模 不共同受 不共同受戒 就是你不可以跟我们一起住 就是你要还属 你要舍戒 你就不能够 你就不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团体 那如果国家就是驱逐出去 那如果是团体就是 就是撤销你的党籍 撤销你的身份 还是像这样 叫做不共 因为有共住 在家没有 在家是在家里住 那出家是 住在四院 住在军事的共住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专门 是适合是专门出家中 因为在家中没有团体 但是现在在家中也有团体 所以也要用这一套 那么才能够合合 那离合 刚才我们讲离合 离合就是同政 同政无伪 同德解脱 那么这个是在家出家都可以的 正果解脱 正果解脱 通在家出家 在家也可以正四国 四酸八倍 在家也有 那么我们别来讲 为什么说 为什么后来会说 再加上去是最多正三国 正了三国之后 就会出家 他是这样子的 他其实 他也可以正四国 是可以的 但正了四国 他正三国 他就会出家 为什么 我们来看 三国是这样的 三国断什么烦恼 断玉滩 跟秤 跟秤 主要是这两个 还有前面的三界 身见戒进行离 叫做五相 出国 佛陀师在 佛陀师在 正出国二国三国的居住 非常多 至少都几千个 那如果你看那个经典 动不动就几千年 正出国二国 他就几万个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出国是断三界 身见戒进取离 断身见 戒进取见 跟秤 秤就是对四弟有怀疑 对佛法的真理有怀疑 把这个 这个就是观念上的错误 已经去掉了 那二国 已经知道怎么修行了 薄贪秤痴 就是对致烦恼而已 如果我们简单讲是怎样 薄贪秤痴 他还有贪秤痴喔 你看 三国就断玉滩 跟秤 把这个滩 把这个秤断掉了 这个滩有分三个 滩有三个 玉滩 涉滩 五涉滩 玉滩 涉滩 五涉滩 就玉界的滩 涉界的滩 五涉界的滩 他把玉界的滩断掉了 所以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三个 所以叫做断五下分解 五下分解 下就是下界 就是玉界 五种玉界的烦恼断掉了 那这个是玉是五玉 玉是五玉 五玉 五玉是什么 色身相慰处 五玉是什么 那么五玉里面 五玉里面 五玉里面 揽着性最高的 最大的 就是饮食男女 尤其是男女 那这个是家庭组成的 家庭组成的一个主要重要的 那么他把这个断掉了 所以他根本对玉界的一切事情 包括你生活上住的房子 那么吃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家庭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事业 事业是为了让家庭美满 幸福美满的 那家庭怎么要幸福美满 就儿女啊 太太啊 先生啊 父母啊 那么这一些都过得好 就是幸福快乐 那在饮食男女这一部分 那获得满足 那么但是你挣了三国的人 他把玉界的贪断掉了 他不贪这个 他不贪恋这个 所以他对这个完全没有兴趣 就好像 就好像一只羊对一块肉 是没有兴趣的 他只兴趣吃草 你给他什么肉他都不吃的 他就不吃肉啊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他没有这种兴趣 没有这种兴趣 所以他对 既然对在家的生活没有兴趣 他自然而来就会出家 就算他出不了家 他也会怎么样 新出家 他对这些没有兴趣 对这些饮食男女这些 完全没有任何兴趣 所以他就算身体不出家 因为姻缘的缘故 他不出家 在佛陀塞有很多这样的 他已经 我们讲说 他已经离了狱 但是他没办法出家 当时大家瑟也是这样 大家瑟跟他的太太 也跟人结婚 但是他们都是 他们基本上对饮食男女都没有任何 比较不注重 而且没有兴趣 可是因为父母的原因 一定要结婚 要不然 因为他有这个父母的压力 他不结婚不行 所以勉强结了婚 但是彼此之前 就是结婚之前都彼此行功耗耳略了 彼此都同意 后来 那基本上在佛陀时代也有这种的在家中 可是他就算生不出家 他心也出家 所以才会说 正了三国的居士 后来一定会出家 如果没有特殊的障害 那么他向往那种生活 他也习惯那种生活 他也愿意过那种生活 他当然会过那种生活 很简单 所以才会说在家最多正三国 因为你还有在家的心 就表示你还没断御坛 那你已经断了御坛 你决定会去出家 就算你暂时没有现出家相 你也有出家去 就是出家其实就是出这个御界的家 那出三界的家 基本上是这样 他重点是这个样子 那佛陀时代 那一般来说 有些都是在家只能挣三国 其实也是可以挣他的盼 有一种说法是 其实可以挣他的盼 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并不是你有头法没头法在挣过 而是你有智慧没智慧在挣过 你只要不然有烦恼 你就可以挣 所以这个就是礼合 同理可挣 在家也是可以挣的 只要你的智慧够 你就可以挣 所以同德简单是可以的 那佛陀时代的基本上 你都像阿者是王 阿者是王 因为有这个经典这么说 所以说 要不是因为他有杀父亲 他这一辈子也可以挣过 但是因为他杀了父亲就有障碍 所以他要等下一辈子 或 你因为你如果有杀父杀母 这种比较重的戒 你这一世会被人有障碍 你不能挣过 但是因为他的智慧 他可能下一辈子或是过几世 这个障碍没那么重 他就可以挣过 那佛弟子很多 他们都是有挣过的 都是有挣过的 你像央决魔朵杀了那么多人 他也挣大了坏 但是他有忏悟 而且最重要是 最后他要杀他母亲的时候 没有杀成 如果他最后把他母亲杀了 我告诉你 他这辈子也不可以对他的话 杀日杀母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要杀他母亲的时候 佛陀出现 赶快去阻止他 然后跟他叫话 因为他过去是有善根的 善根也成熟 那三果 如果你可以挣出果 那佛陀时代 挣出果 二果 三果的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这个叫做礼和同政 他说不一定是出家在家 出家在家都可以 所以我们看 所以 礼和 他说 他说这个通语 礼和是通语盛者所退友 而且是通语在家出家 盛者是四双八倍 就是出国 四果 然后向出国 向二国 向三国 向四国 不是出国下 二国下 三国 向四国下 然后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这样八个也叫四双八倍 所以他说通语在家出家 适合只是出家 因为当时只有出家中有团体 有共住 在家中没有共住 可是断烦恼 得智慧这一种 在家出家都可以 就是这样 单是四合 是四属圣 就是说你单单只是大家共住在一起 可是没有解脱 没有正果 那只是世间的 世属的 礼和是圣定生 是真实的 真实的和 和是真实的和是什么 跟解脱和 跟道理和 跟亲近和 真实的 真实的涅满是安乐 是亲近的 不过 释迦佛在这五卓二世 这里讲到五卓 结卓 见卓 烦恼卓 众生卓 命卓 是续续这样 你念的都会忘记了 有时候是这样 你越想越想不出来 真奇怪 有时候你不想的时候就很顺 你一定要想越想不出来 有时候我要写一个词 想很久想不出来 你不要特别去想 自然就想出来了 人是这样的 真麻烦 这五卓二世 结卓 见卓 烦恼卓 众生卓 命卓 好 那么这个卓重点是见卓 见卓 依法设身 依这个法 法是什么 法就是真理 我们常常讲法就是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道理 一个是道路 成为住持佛教的中心力量 卓是着重在适合 为什么 没有适合就很难有理合 真的 没有适合很难有理合 因为起烦恼 起烦恼你就不安稳 不安稳 没有定没有会 你哪里能做解脱 所以彼此共住 大众熏修西圣经 彼此共住 彼此帮忙 恒生麻中 不服自止 一样是这个道理 在大众中你修行比较容易 这些都是专业要求解脱的 所以聚集在一起有力量 分散开了就比较没力量 可是聚集在一起要有力量 同心同怨 同心协力 才有办法 所以就要有规矩 要有同样的权利与务 最重要是要有共识 然后慢慢宣传大家 身和同处 口和无证 意和同怨 才能够一起有力量 那么同区礼合 就是同正无伟 那个人 除非你过去有素质和善慧 或是力量很强 那么也可以 佛总实在也很多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礼合是主要的力量 可是适合才是达到礼合的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 安乐 我们讲和乐静 和就是和和 和和 第二个 安乐 乐 那么深重在这赤和和和的集团中 大众都能身心安乐 精进休闲 一个团体里面 只要有一个跟你作对的 你就不太安乐了 真的 还不要说大家彼此作对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处理到大家 心里面没有界定 没有彼此有怨恨 所以要透过开会 结谋 结谋就是开会讨论 大家拿出来讲他怎么做怎么做 佛陀时代就有这样子 那个时候就很民主的这种方式 我们现在叫民主 以前没有 以前都是君主 以前是君主 君王做主 不是说大家做主 大家一起讨论的 没有 君王规定什么就是什么 以前是君主 现在是民主 佛陀时代 僧团就是民主的 一般叫做三番结果 三番结果就是三次 像现在的意味都是这样 讲三次 三死定念 至罪也是这样 所以互相勉励 互相谨证 这个佛教叫做相教相见 相教相见 或相教相见 互相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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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教导 互相学习 互相勉励 你教我 我教你 我不懂得你教我 我你 不懂得我教你 相勘不相见 相项 互相勉 互相勉励 你做不对的我告诉你 我做不对的你告诉我 我們大家一起改進 我不會的你教我 你不會的我教你 大家一起增上 其實是這樣的 身團裡面是這樣的 互相勸諫 彼此增上 重點這個就是要彼此增上 你幫助我 我幫助你 如果不好的話就是 你傷害我 我傷害你 你折磨我 我折磨你 就變成這樣 你阻礙我 我阻礙你 你障礙我 我障礙你 就變成這樣 這個就是沒有和和 所以互相勉勵 互相警察 這裡就是互相警察 我們就照導師來講 互相檢測 這就是策略 勸諫 那經典裡面都是相叫相見 不是相叫相勸 互相彼此 好 如果有了罪惡 也能迅速的倡偽親近 那初一十五要送戒 要送戒之前 平常如果也做錯了 就要馬上講 那看你犯的罪是大的 小的 重的 他有五個層次 最大的是根本戒 比如說殺人 犯了根本戒 你就不共住 你就這裡就不能住 違反最大的規矩 那麼見識一下 看你犯什麼罪 要跟二十個人倡吻 跟一個人倡吻 跟五個人倡吻 跟一個人倡吻 最小的罪就是你自己倡吻 擇心猜 你自己覺得 我做不對 我不應該這樣 這樣就可以 叫做擇心猜 就是最小的 然後再大一點的要跟一個人講 哎呀 某某大的 我在什麼時候 做的是什麼事 我覺得很不應該 我今天給你發炉唱 再大一點的要跟五個人 找五個區域 再大一點的要跟二十個人 再大一點的就不能唱了 你要出去啦 看他要跟誰啊 就是我們認識的 小一點的警告 再大一點的要罰款 再一點的要關三天 再一點的關二十年 再大一點的就是死刑啦 沒有救啦 類似像這樣 那麼這個是身短裡面 有所謂的戒律的規定 因為他有規定 有這樣的規定 那你就一定有違反這樣的規定 要接受怎麼樣的處罰 就一定有處罰 一定有處罰 所以這個 當時他基本上送戒之前 比如說身短是這樣 初一十五送戒 也可以說是十五跟三十 就是一般有些是十五跟三十 就是說月頂 月頂 一個月的月頂 十五 然後白月黑月 如果農曆來講一月十五跟一月三十 並不是初一 就一月十五跟一月三十 那你要講初一十五就比較簡單 初一十五送戒 那宋戒的時候 宋戒之前 就是規定規定 一般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 可以說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你當下做的覺得不對 你就當下唱會 折心唱就唱會 都是比較大一點的 當下我剛才起了真正心二口 罵了誰 我馬上給你的筆歌唱 某種大德 我什麼時候犯了什麼故事 我先向你唱會 我因為向你唱會 發入唱會 完得親近 我不會更糟 我就恢復我的親近 我把這個章洗掉 這是第一個 馬上做馬上唱會 第二種就是 就是要宋戒之前想到 或是說在宋戒之前 你懺悔 大家宋戒之前 總是有一些想不到的 或是當時才想到 或是那個時候才有那麼多人 就當時就懺悔 宋戒之前懺悔 第三個就是 你沒有懺悔 人家跟你講 你某某人 因為你沒有唱會 可是人家就舉罪 舉罪就是 舉出你有哪一個人見聞你 我親眼看到 我聽人家講 我沒有看到 也沒聽人家講 但是 我有懷疑 你怎麼樣怎麼樣 跟誰怎樣怎樣 那麼要舉出來 那如果大家審了 他覺得你有罪 就有罪 就有判罪 你要接受什麼樣的處罰 要怎樣怎樣怎樣 也是像這樣 那就是說 基本上 三個 一個是 你自己當下做 當下發現不對 當下懺悔 看你自己責心懺 找別人懺悔 找一個 找三個 找五個 四個五個 或是二十個 不一定 那第二個是 要宋戒之前 初一初五宋戒之前 那麼 懺悔 第三個是 你沒有懺悔 但是人家 你也許你忘記 也許你不敢 不管不管 就是人家 在當作中 舉出來 你舉罪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 那你要懺悔 這個時候你懺悔 那 如果交三次懺悔 你不懺悔 那個也另外有處罰 那大概是這樣 好 那所以 就是有處罰 有規矩 有規矩 就是一定要有 你違反這個規矩 你要接受什麼樣的處罰 我們叫權利義務 好 所以 他說 如果有了罪悪 能夠迅速的懺悔親近 大家 有話攤開來講 就是 有過失公開來說 那 講完了之後 裡面的人 只有裡面的人知道 絕對不可以把某某人 犯了什麼錯誤 講到外面去 如果你講了 你那個講的人 也有過失 你要接受處罰 對 這樣人家才敢講 不然誰敢講 對不對 我做了些什麼 你就知道誰在哪裡懺悔 什麼事啊 慘了 以後都沒人敢懺悔 所以 也有規定 就是說 在裡面懺悔的人 只有裡面的人知道 絕對不能講到外面去 因為 他沒面子 人都在面子的 我做了錯了 什麼事 怎麼樣怎麼樣 到裡面 不行 你要接受什麼 你不能講 你講了 你講的人不知道 你講的人 要接受處罰 這個是生團有這種規定 佛陀時代 其實很多規定都很合乎人性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 如果真的是大家可以照這樣做 其實真的是可以情形 你看那個修女 以前我看過一部店裡修女傳 他們那個修女也是這樣 跟佛教一樣 每天晚上 那修女也很嚴格 修女很嚴格 神父我就不曉得 沒有那個神父照 有那麼修女照 我看他們那個也是一樣 晚上 然後大家集合 就開始 你自己講 你有什麼罪自己講 自己發錄 如果你沒有自己發錄 知道的人就會取決 取出沒有什麼罪什麼罪 就要馬上下 馬上處理 處理完了就沒有了 就是你看不順我 我看不順 我覺得你哪一點做不對 不對不對 要講出來 要講出來放在心裡面 從此就有意無意的就卡到你 被障礙你 都會這樣嗎 他也不講 他也不講也不說 可是他又覺得你不好 哪裡不好他又不講 你覺得我不對哪裡不對你又不講 後來就行程 彼此不能合合共住 心裡面有戒定 就會這樣 我們中國也就是這樣 都閉俗你 什麼都內向不講 可是那一種 那一種考驗你的那一種 就都在背後做手腳 都不在前面講清楚 就很麻煩 身體就規定你要公開講 彼此要坦誠要講 有不對就講出來講 是不是這樣 我是不是你講的這樣 我有沒有你想的這樣 那這樣做有沒有不對 大家討論 解謀 規定了 有沒有合乎規定 這個東西就 彼此心中沒有戒定 彼此不會存有意義 那這個其實是好的 不過現在要真的 團體要做到這個也沒有了 很少了 那誰要講 他講了之後不知道 你嘴巴守得住 守不住 現在唯一人講的就是佛陀 那個佛像 你寧可跟他講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 他絕對不會跟你講出去 大概是 所以後來倡偉都是什麼 倡偉都是跟佛陀倡偉 就變成之後還是這樣 因為其實佛陀自正要戒指 是很有用的 但是人 其實 因為彼此不信任 也沒有這樣的親近身反 所以也許我想照戒律來做 但是其實我又信任不到 因為佛教的身反也沒有那麼 就是已經長久以來比較沒有比較 就像佛陀這樣 也比較沒有 佛陀時代的那種親近 大家那種共識 非常親非常決定 比較沒有 好 所以這樣身團才能健全 這個團體才有辦法健全 佛制的身體原來是完善的激動 真的是這樣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身團 那是非常好的 從自修到身心親近來說 身體也是我們得安樂得親近的殊勝因緣 就這個團體 你為什麼要加這個團體 你自己修 自己修第一個 不容易親近 容易懈怠 很簡單 你在家可以自己送金 送金完了 等一下電話來了 你就會去聽電話 對不對 等一下累了 送到一半你就不送了 等一下起完腦就起完腦 時間到了 我們先下課 我忘記 先下課